我的画面都把它拍照放上来 然后呢我的程式都上来了 所以如果有些细节 可能没想到的 请自己再自行比对一下吧 如果没想到你再告诉我好了 因为刚刚有同学就是 会去做一些修改的动作啦 不过前提是 我是建议如果你 这个东西还没做出来之前 还是先以这个为主 你不要就是又去改了一大堆东西 然后发生错误 这个 有的时候大概 我有时候会遇过这个问题 但有时候我没有遇过那个问题 因为我是都遵循标准的那个流程 所以像很多同学突然问我某个问题 说真的我也没看过 那个问题怎么发生的 那后来我也会试一下 后来我发现 其实这个环境呢很脆弱的 比如说像那个linear layout 本来我们是自己改 那有同学就是自己改完之后 原来是relative layout 那你把它改成linear layout 有点像这样的 比如说你打一个linear layout 然后自己跳出来对不对 然后你就会按一个enter enter之后呢 可是你会发现哦 它会自己帮你加 加字 但是它不会帮你删字 而且它很厉害 它会自己帮你加一个之后 下面也帮你连续一起错就对 错的话上面也会错 下面也跟着错 错了之后呢 你会发现哦 它就会出现什么状态呢 其实我没事我也不知道 因为我可能都一直是正确的 所以我也不知道说 原来打错会变成这个样子 然后你就看到说 要不要fix 要不要build的 然后你都点过之后呢 还是不行 对不对 你怎么点都不行 或者挺多可能它会建议你说 是不是update某个那个东西 因为它找不到这个东西 它以为这个是不是新版里面的东西 所以它会建议你升级 就是你给它升级下去了 那问题还是没解决 因为永远找不到这个东西 对不对 那怎么办 其实做法是 你要去check一下 到底你有没有打错字 如果你把打错字的部分 delese掉之后 有没有 它就会马上恢复正常了 有没有 OK 所以其实基本上 但是它不会告诉你 原来你那个地方错 我后来试一下 原来是这个样子哦 所以以后呢 各位看到有错误的时候 千万不要紧张 OK 那还有第二个可能性 就是我之前有试过 因为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同学会常常发生什么错误 像那个 啊 会出错 后来我看网络上很多文章 比如说像那个 这个上面有一个名称 有没有 Stream里面 有一个这个Stream的名称 那后面 其实我们还会再来讲多国语系 多国语系跟它非常有关系的 都非常有关系 因为这里面的话基本上呢 我们会把一些字串支援档放这里 比如说中文 像我们画面上面 可能会看到几个比较重要的名称 像是什么 像是那个 我把它切过来 英里 跟转换 还有未来可能会用到 怎么呢 在程式里面会用到两个字 时速 跟公里 那这个地方 如果说你用中文 直接写在这里固定的话 它永远就是繁体中文的 但是如果你要变成将来 可以变英文 或者其他语系的话 那你势必需要把这些 显示在画面上面的字串 先把它放在什么 放在Stream里面 那未来的话 你可以借由Stream 你可以有不同语系的Stream 去自己去抓它的Stream 那这样的话 就可以达到多国语系的目的了 那要怎么做 基本上呢 它建那个Stream 假设我们有四个东西要建的话 那你可以把这四个建立成一个Stream 记得哦 Stream打开之后 请记住 该有的东西还是一定要有 你不要没事 就贴上 就是假设说你要贴上的话 你不要把该留的还留 现在之前有同学就贴 那就把Resource这头尾 通通把它拿掉 像有同学就很帅心 就把它Delete掉了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哇天哪 马上发生连锁效应 有没有 OK 上面就马上Troll给你看了 而且到时候 很多地方就救不回来了 我把它CtrlZ一下好了 OK 又恢复了 好 它其实很脆弱的 那比如说呢 Enter之后呢 假设我要把这个字串放进来的话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就直接干脆拿这个来 因为我需要有四个字串 那它的命名方式一定是 StreetName 等于这个名称 那实际上呢 放的东西是后面的东西 这个叫Key 这个叫Value Key的话呢 就是说我要抓什么样的 其实就ID啦 里面的东西是Value 里面的值 所以KeyValue 这个架构在Java里面 或者在Android里面常常用到 KeyValue Key抓过来 去针对那个Key 抓到后面的Value 那把它Ctrl-C一下好了 或者你自己再重新做过也OK 那我在这边建了四个东西 结构你可以参考上面的 反正一个StreetName 什么名称 然后结束 这个是它的Key 里面后面抓到就是它里面的值 那再来的话 我建了四个东西 这个英里 这个英里是给TestView用的 然后转换是给Button用的 然后这个是程式里面用的 好那未来怎么去存取它 OK那你已经建了 第一个哦 第二个的话呢 请各位注意一下 这个英里有没有 这两个字本来是打上去的 请各位注意一下 请你把它修改什么 修改 找到什么呢 我们的Test 这个属性 所以未来也是要熟悉 这个属性就可以了 反正里面有些没用到的 但你也可以踹踹看了 书里面好像有提到的 不过有的时候像我们刚开始就是把每一个属性通通瞄过一遍 那大概知道一下有哪些属性 将来我可以拿来使用的 那当然常用一定要掌握啦 不常用的你瞄过就可以了 OK那比如说Test 原来是打上去对不对 把它delete掉 旁边是不是有个小按钮 请你把它点击进去 它会问你说 你的results放哪里 这个时候呢 各位可以发现 它会出现这么多stream 那stream里面的话 有分成什么 两个啦 一个是enjoy enjoy指的是 整个enjoy里面的所有的东西 所有results 它里面也有放了一大堆results 但是我们现在这个stream 并不是放在android里面 而是放在我们的专案里面 那我们专案里面有放哪些stream 基本上各位可以找一下 这个应该是inley 所以inley的话 我好像有一个名称 我命名为什么呢 命名为这个叫做miles 这个是transform 所以这两个嘛 那实际上我就找到这个miles miles OK 那这个miles它会按照英文字母排列 这个时候可以找到miles miles是key 找到它的value 这个value呢 就会帮你传回来 放在哪里呢 放在这里 所以它会得 你用选的 它一定是at strim 然后底下有一个name 叫miles OK 它的架构是这样 未来 那也可以自己用打的 OK 那做完之后的话 你会发现 inley就回过来了 这个时候它是什么 去里面抓 放在这边 刚刚是写固定的 OK 第一个转换的部分也是一样 把这个delete掉 用选的 那因为转换的话呢 是在我们的project里面 的那个叫transform t开头的 miles在这边 然后按确定 OK 那就转换了 那未来多国语系就是说 你在建另外一个翻译过之后的 就是那个strim 自传档 如果你在英文环境下 它就会帮你转成英文了 日文就日文 所以你需要很多的翻译 那至于要怎么做多国语系 但第一个 先把自传支援档里面 先建立起来 建立完之后呢 再去做修改 OK 第一个 最后记得把它存档一下 把它存档 然后 OK 大概是这样子 其他特别注意 没事的话 不要说乱塞 因为之前有同学这样 好像就把它盖过去 把这个给盖掉了 盖掉之后会怎么样呢 现在是没有存档 吃饭前可以试一下 没事发生 不过理论上 应该这边会有一个 这边应该 这边会出错 有没有 特别注意 之前就有同学是 这个把它砍掉了 那这个manifest里面 会去抓X这个 它抓不到变红色 整个就错乱了 错乱之后的话 整个程式好像就有问题 所以你特别注意 不要乱塞东西 基本上没有乱塞东西 好像应该就没有 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OK 请各位先试一下 主要是加了四个自创支援档 然后呢 后面这两个 是要在城市里面存取的 那至于城市里面 怎么去存取到它 后面再讲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因为那个多国语系 要讲可能会超过 各位吃饭的时间 所以我想这个部分 我们也许下午再接着继续来看 那个有关怎么样把你的 这个部分呢 做成那个多国语系的版本 OK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